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是有上有落的 但是人生有它 就必定有喜乐的 人生是万变的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无论路途有几严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神明与天一喜与我 朋友爱带你走走 神明与你生风雨 暖恨草与人生 恩与同路人 今天恩与路上 嘉嘉分别邀请了两位嘉宾 上来一起散步聊天 他们是来自香港的 知心时装设计师 施希瑜、Lucy 和年轻人舞台教育工作者 王柏图、Timothy 在这世界 我是不像一个 莽的呼声 至高这境 倾听就是这世界 也是不像一个 两个 为何你 生命内送我 说到这两位的同路人嘉宾 当然也是嘉嘉的好朋友 不过他们有两个的共通点 第一个共通点就是 他们的原生家庭很相似 他们两个都是来自 他们的爸爸 都是比较严苛管教 所以他们在这样成长之下 性格上是比较自我孤僻 修埋和自卑 不过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他们两个又可以成为 很好的朋友 虽然他们两个的年纪有少少距离 但是他们可以有说不完的话题 而且可以在同行的伙伴当中 能够予此鼓励和支持 话虽然如此 其实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说到私欺如Lucy 她是一个一直都很希望可以出名 被外界所认识和认同的 所以过往这么多年 她的人生阅历当中 Lucy都会很喜欢 在一些娱乐的行物见报律 甚至曾经参加不同的选美活动 希望被人所认识 不过跟她的身份 即是时装设计师 没关系 至于Timothy 他刚刚相反 他的人比较低调 和逆来信秀 虽然他曾经 做过电视儿童节目主持 亦拍过多个广告 不过现在的他 都是专心一致 在教育青少年的舞台工作上 去发展 而今天欣语路上 嘉嘉邀请这两位嘉宾 上来和我们分享 究竟在他们的人生追求的背后当中 他们有什么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呢? 而当他们认识了这个基督信仰之后 又如何从主耶稣当中 去找回他们真正的自己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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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认识是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听过这个名字 在雜誌里面 我所认识的就是 很多年前 都经常见到你 在雜誌里面 和谁是谁设计的衣服 是一个专业的设计者 也是一个形象的设计师 可以這樣說 詩欺瑜我覺得你很聰明 你會覺得很聰明 我記得前王妃也找你去設計婚紗 丹麥王妃設計婚紗 你的聲明不單單在香港 你在北美、歐洲都有你自己的作品 丹麥王妃是因為她是港產 在香港的運血儀 所以我在香港認識她 但幸好她只能找到我一個設計師 只能找到你 不要這樣說 所以人們就這樣說 我幫王妃設計婚紗 我相信很多外界的人都認同了 詩欺瑜和Lucy的作品 是備受認同之外 很多地方都用你的設計產品 你的衣服 還有當時你是以 我沒有看錯的話 以設計婚紗的方面為主 我一入行的時候 是被選擇去做一個婚紗設計師 被選擇嗎 不是你自己想的嗎 不是我自己想的 為何這樣說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我沒有做過一件婚紗或萬妝 到我畢業的時候 我還是選擇做運動妝 畢業要做一個系列 你好運動妝 所以你喜歡運動 我是做運動妝 一路都是做運動妝 我拿了很多運動妝的獎 但是我做的時候 我做了很久都不滿意 最後臨畢業前的一個月 我突然想到一個新的概念 我想做一些可以變款的晚妝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說 只有一個月 人家是半年給你做畢業作品 很重要的 你不要改了 待會你做不及 你肥腦也有份 然後就問他這句話 而我是一個很包吼頸的人 你說我做不及 我就要做給你看 結果我的晚章 是拿了他們當時的 當年畢業之星 然後我就拿著那些衣服 我記得法國那邊 請了我去做一個時裝表演 然後我拿回來香港 今天有一個時裝節 我就去參加 我參加了 我原來不知道那個是一個 我以為是一個時裝表演 原來是會有人投票 一些國際的記者投票 我就拿了獎 拿了之後 人家就會覺得你是做晚妝 你是做婚紗 在同時我拿了獎 我記得在表演當中 有一間婚紗舖運裝 我幫她的婚紗舖做事 之後人家就覺得 施起原來是做晚妝婚紗 我除了覺得 你是一個專業的時裝設計師之外 也是一個女強人 你對於這些稱號 你自己怎麼看 其實沒有人說過 我女強人 和我自己不覺得 其實我沒有概念 我怎樣去做我自己的工作 我家裡有大幻想 我想做一個家庭主婦 不是吧 我不是很喜歡做事 我喜歡設計 很沉醉 我在創作一些事情 但是你叫我當作一個生意來做 一我是不懂 我沒有這個腦筋 二來我會不太有興趣 但是一做你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從92年到現在 20年了 其實20年了 在20年過去的事業裡 施藝余你是很想做到些什麼 我沒有想過我想做還是怎樣 但是在我讀書的時候 我一直抱著一件事 我要出名 為什麼 因為從小到大 我在家裡比較 我是一個最不聰明的孩子 因為我的姐姐和小朋友 全部考的時候 第二 回考他們 很多優良 我排第二 你排第二 上面有個姐姐 下面兩個小朋友 他們全部讀書的時候 讀的是一個科 入的是一個學校 我其實是很自卑 我沒有想過我可以讀書 讀到碩士畢業 我當時還想過我去參加雪美 或者我去入娛樂圈 那就可以出名 出名就賺多些錢 然後我父母就會認同我 別人就會認同我 但是沒有 神秘我走了一條路 我去讀書 不知會進入一間最出名的學校 我到中五的時候 我父母都不讓我 做藝術這些事情 我很小時候 那時候 先生知道我天分 很多的逼步全部叫我做 但是我偷偷地自己 在家裡做 但是我父母見到 他會罵和打 因為他覺得我會心散 我讀書本身已經成績不好了 你再去這樣做 你就更加不好了 但是我中七的時候 我就進不了大學的成績 我父母就 叫我沒有東西可以做 我姐姐的朋友就說 不如你的妹妹 那麼喜歡設計 你去讀一間私校的設計學校 我叫他 那時候才知道 這個世界上 有什麼叫設計 其實我這樣聽 C.E.W.說 你對設計有天分 其實你也算是很遲 才去接觸設計 但是一做就做了二十年 在二十年裡面 我覺得你的作品 你也跟很多名人 設計過很多不同的衣服 我想是很幸運 我經常發夢 我會在一個出名的娛樂圈 不是因為我做了一個藝人 或者參加選美 有這個機會 而是我做一個時裝設計師 有這個機會 我現在回想 我覺得我的機會 我記得是我還沒信耶穌之前 我跟神祈禱 你還沒看 我小時候回到教會 我知道有什麼叫祈禱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記得我讀完書回來的時候 我拿獎 然後就有個電視台 他們找我贊助三位的選美 我就贊助給他 他就請我去看那晚的選美 我去到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人認識我 但是我看不到很多記者 在幫那些名人拍照 那時候我心想 我將來要做一個出名的時裝設計師 但是我要像歌班明星一樣 我不要像這兩個設計師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想 因為我小時候知道 有一件事叫做耶穌 我就在想 可能是一個祈禱的式 我記得我的對話是跟神講的 這件事很快就實現了 第二年我再贊助選美的時候 已經實現了 那次的選美之後 沒多久我入了時裝設計師協會 我記得高峰時期 我是分早五晚三次去Event 早五晚接受記者訪問 原來我很容易 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我拿回來 我拿回來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我一點都不開心 為什麼 我從小以來 以為我有錢有名 我父母會看得起我 我會很開心 我有安全感 但是當我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經常很擔心 會不會幾時沒有 因為我身邊的人 我發覺有些明星 本來有很多人認識他 可以突然間 沒有戲拍 隔了一段時間 那些人可能遺忘了他 身邊太多的朋友 我就開始覺得 原來都不安全 都不是我想那麼好的 再加上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心急要多人注目我 有一次我穿了一件我自己做的波衣 有少少低胸 我記者就登了很大的照片 他那時候也寫得OK 但他就發覺 原來穿得性感 那張照片更大 然後我再穿越穿越性感 那開始的報紙就寫了一些東西 不是那麼正面 那其實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以為這樣會再觸目一點 事實上要觸目 我會繼續保持著我見報律 但是那些東西就看得不正面 我父母也不喜歡 加上事實是我自己著性的 那樣 那很多負面的東西寫了出來 那我父母就會覺得 是你專門跟記者這樣說 所以他這樣寫 但有時候這事實不是的 那我就覺得很辛苦 原來我父母不會因為我見報 而疼我多些 重視我多些 他們會覺得你很失禮我 那如果我聽到這裏 加加開始明白了 史希如Lucy 你心裏面有些渴賞 其實你做那麼多事情 即是無論是獲獎啦 見報啦 出名啦 我聽得出你最主要 都是希望父母 可以focus 或者是關心你多些 其實會不會 和你自己的成長故事有關呢 我之前也有約了提過 我讀書不好 那這個是我父母 選擇 愛不愛哪個小朋友的 他的一個標準來的 那或者是 那事實上是成績好的 那些弟兄姊妹 他每個都很愛的 還有我是中間那個女兒 所以他第一個女兒 大女兒一出生 他們會比較疼 然後就是我弟弟長子 他們也比較疼 加上我讀書不好 變成我被人忽略 但你覺得你讀書不好 父母就不愛疼你了 其實我爸爸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 我爸爸打得我好厲害 很多次都是因為我讀書 就是成績 成績 我其實是否真的不好 我又不是去到不合格 就可能跟你的姐姐或者弟弟比較 譬如全班四十幾 我學十幾 但我現在的姊妹是頭三名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有一個女兒特別差一點 我爸爸其實很重視讀書 因為其實可以理解 我現在理解到 他小時候 他想讀的時候 打仗很暖的時間 他沒得讀 我媽媽也是因為他家裡 那時候國內的環境 他很厲害讀書 他讀到小學 不知道幾年巴士 還考第一第二 但之後環境不給他讀 他們兩個很著緊 我讀書 但偏偏 每個子女讀書很厲害 很生性 我一個不讀書 就整個家裡偷畫公仔 是否因為這樣 而令到當時的司機魚 你覺得自己的性格是怎樣 我其實當時不知道 原來我自己很自卑 覺得沒有人愛我 我經常都是 我看小朋友的照片 我沒有一張笑的 好像拆來拆來拆了一張 其他全部學校 拍的學生照 和家人拍的照片 我是皺眉頭 苦了臉 但我姐姐就笑得很開心 我小時候大一個不開心的小朋友 加上我和我姐姐讀一間學校 那老師有比較 那老師有比較 那我還記得有一次 老師罵我 說我不知道功課 做得不好還是什麼 他說為什麼你不學一下你姐姐 那我姐姐就做一個 全校的班長 管人 我就做被人托在校長門口 站那個 對比很大 令到在任何環境 我都很自卑 我小時候是回家人回教會 但是那些親戚朋友 又回到那裡 又很喜歡問一下 你讀書成績怎樣 你姐姐怎樣 你姐姐考成怎樣 為什麼你這樣 那我從小到大 都是一個 抬不起頭做人的小朋友 是 是 想說發內心的鬱結 和我們唱所欲言 請打生命熱線 4167883322給我們 是 是 是 如果 你被人認同 被很多記者為主 你都說是 不開心 是 因為得不到父母的體量 甚至乎被他們誤會 當時你自己 怎樣去看你自己 是 我沒有 我經常覺得 都是覺得自己很無用 但是你已經在別人的眼中 已經是有名了 是啊 但我都是覺得自己很無用 很自卑 譬如我去一些名人的活動 有記者 有名人 我是不會跟他們站在一起的 他們跟我打招呼 我會禮貌地打招呼 但我覺得我不配跟別人交朋友 為何你這樣想 我會 不知道 我一直是很害怕的 我覺得別人不知會怎樣想我 會不會我去黏著名人 博出名 自卑再加上一些驕傲 自卑的極端是驕傲 我就不會跟他們聊天 不會跟他們打招呼 每次去到一些功能 其實我會覺得很孤獨 我去記者圍著你拍照 拍完我閃到一邊 我小時候是一個害羞的人 因為經常被人打 我是一個不主動 亦都很害羞的小朋友 我不會跟別人說話 沒有眼神交流 我會閃到一邊 看著沒有什麼人 找一個位置閃走了 很多時候他們開始吃飯 其實已經誤見了我 我去其實就是想等拍照 記者問我 等第二日報紙有沒有看見我自己 你覺不覺得這些是Lucy 有些虛榮心很希望得到一些被認同的感覺 能不能得到 很明顯是一個 很明顯是虛榮心 能不能得到 還有認同 我不知道有沒有認同 但是很實在就是 最初十年滿足了我 我要人注意我 因為從小都沒有 我要那個尊重 是從小都沒有的 其實跟Lucy聽到這裡 家家認識的Lucy 應該是九八年的時候 你都好像有回家 九八年 我正式回來是00年 我選見姐 然後我回到加拿大 然後又回來 我放假都會見到 即我放假回來香港 都會見到Lucy 甚至乎有同一個一組 我都發覺Lucy 是一個 我發覺你是一個感言的女士 即是你不會掩飾 是那樣你會說的 但你亦都是一個 不是多言的女士 總之不會多說一句 但是呢 應該要說的 你又發表的 是你這樣問 那為什麼那時候 你又會回來人之家 即是你對信仰 在你的生命裡面 會不會作出了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因為我小時候回到教會 即是我不信 但是一直到我去英國讀書的時候 我還有接觸 我有一個很好的基督徒男朋友 我發現了他之後 他就帶我去教會 但因為我都是信得不太好 我記得我英國有受過心 但其實我不知為什麼有受心 即是男朋友告訴我 你不清楚 那到我回到香港 我拿到我以為我要拿到的東西 名利 還有那時候有另外一個男朋友 我經常渴望 我有一個男朋友疼我 有名有理 我這三人最開心的了 當我有這三件事的時候 我發覺 為什麼我不開心 我每天都想著 我什麼時候死呢 我前面的路怎麼樣 我試過一次 我坐在車上乘車回家 我開始想 糟了 明天怎麼樣 後天怎麼樣 我還在前面 我覺得很黑 你也有很多仇善感 然後到一個 我當時開始跟男朋友 不是這樣 我不懂得跟他相處 我當時不知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很多破碎 我不懂得跟他相處 我經常覺得 男朋友相處得這麼辛苦 他不會娶我 我嫁不去 然後我就開始想 我想回教會 因為我開始有些知名度的時候 我男朋友有一個幫人做經理人 他有一個藝人 就回藝人之家 他就邀請你 他就邀請我去你們的報道會 因為那時候我心態是名人 不是藝人 應該是九百年 九九年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在韓馬里港見證 在一個教會公開講 然後他就講他跟他先生的關係 我就看我男朋友 我很相信耶穌 如果信了之後 可以改變我們的關係 然後我結束了 我自己走去問Mary姐 因為我明明學化妝 他教過我 他還跟我說 叫我回去一個教會 叫同伏堂 但很奇怪 我兩年都找不到那個同伏堂 現在回來了 現在回來了 我心裡找過他 打電話但找不到 是 因為那時候 日同伏堂在樓上 就在那兩年裡面 我依然很辛苦 但是2001選是怎樣 我很開心我選了 見美小姐 我又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又會在2000年 選見美小姐呢 其實是 我一直想選香港小姐 但我都認識你 已經是designer 兩個心態 選名是我很想做的事 但我家裡一直不給 我試過我報名 有一次叫我去interview 我爸爸 不知早一天去面試的時候 我跟他有些衝突 他打我 不小心 就弄了我的傷痕 在臉上 我特意叫化妝師 幫我化妝也蓋不到 我的眼睛是腫的 但我第二天去面試 我不知道關不關 總口總面試 就入不到位 我很不開心 那是最後一次機會 對我來說 因為我已經超齡了 那時候她是不知道 有些什麼 年齡限制 輸不到 到00的時候她有 我沒有限年齡 見美小姐 馬上報名 第二 你剛才問過 我已經有知名度 但我覺得不夠 我要多些人注目 我覺得什麼時候會沒有 我經常要做一些事情 保持著我 要有出名 保持著我 要有錢 在戶口 我才會覺得安全 那我就去選 但我選了 我什麼獎都拿不到 我又選過 我又選過 起碼我走過上台 完了我心願 第二是事實上 因為我那時候 有個名人身份去選 那個焦點 傳媒焦點很多時候 但這兩樣都是很短暫的 其實最開心是因為 我是選見者 人之家剛剛那年 有一個一年一度的報道會 又是那個藝人 他請我回報道會 我記得那時候 是聽羅惠娟的見證 他說的時候 其實我很想回 但我很介意 自己不是藝人 200年那時候 是梁小冰結婚 我在分裂那裡 再撞到羅惠娟 報紙看到他耳朵有事 我走過去問他 我說你怎樣 他跟我指一隻耳朵 告訴我這裡有事 但在自己心裡說這裡沒有事 他很開心地跟我說 奇怪 我說為什麼你這麼可愛 這麼堅強 面對一個這麼大的困難 如果是我 不知道怎樣 後來我才去 你們藝人之家的報道會 我才發現原來他信了耶穌 難怪這樣 因為他講見證 然後我就很渴望 再加上種種 我覺得是神給我的引證 我就一直回 回的時候 我還在等著 為什麼沒有人理我 我覺得那些人不會理我 我回到那些明星 不是不理你 因為你太保護自己 你記不記得 我和你也曾經有小組 你是一個比較保護自己的人 而且你是比較沉默寡言 其實我是害怕的 因為那些人 你們全部都是明星 我記得你那時候也提過 但我們回到家都不是提這個 但我覺得 我覺得別人想著我來簽名聲 真的不好聽 好 其實Lucy 究竟回到家之後 有沒有真真正正找到 你和主耶穌的親密的關係 而重建 其實我回到家 同時找到一個同副堂 因為我自殺 我男朋友有第三者 我當時以為 原來他一直跟我拍拖 也有三四五六七者 我不知道 到一個位置 他說要跟我分手 因為那時候 我才發覺了這件事 你很傷 是啊 我發覺了 原來在那裏跟我拍拖 原來一腳踏很多船 然後我當時想 我去你家 跳樓 因為我只是去家鎖匙 我敲他上班 去他家跳樓 我是這樣想 等你的屋盤也好 或者沒有人敢住 誰知我推開窗 我在想我可不可以跳下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念 有人告訴我神講話 但我一生聽過一次 到目前為止 我清晰地聽過一次 你對我有信心 你現在離開這間屋 你會沒事 你馬上衝了街 我衝了街 我衝了街很奇怪 我發覺原來 有個牌 在同副堂那一字 在樓上二樓 在一個超市的樓上 超市其實我經常去買菜 我跟我男朋友拍拖三年去買菜 但我從來都會不到 在那個我想著自殺的時候 我就看到了 那時候我看了差別 不知道為什麼有個時間表 我知道有個聚會 我走上去 剛剛有個聚會 又是跟羅惠娟的事 我走上去時 我看到什麼人都不認識 我想我不會來這個教會 還有那個教會這麼近我男朋友的家 他會帶新女朋友回來 我怕我撞到 我不想在那裡 但是我剛剛想的時候 我看到他下來 走進來 他在前排他見不到我 但我想起碼有個熟人在那裡 是不是應該回來呢 還有他這麼開心的 我覺得 我應該回這個教會 我唱唱 神大愛 神喜有難成的事 人生路 常氣點 你話語叫我永不動搖 在世間能與你 迷了流有主人道 常詩人 常看顧 你將扶持你乾人靈 其實家家認識Lucy思喜瑜 都有好幾年 她是一個外表比較酷 或者不是很喜歡多說話的人 而不熟悉她的話 都會誤會Lucy的外表會比較高傲 還有很想利用很多的機會去出名去出位 但其實當你真正去了解Lucy的內心世界 其實她很希望學求被人接納 被人尊重 被愛 以及被肯定 過往的Lucy在她的人生名利 以及感情的旅途上 一路兜兜轉轉 跌跌碰碰 其實都很希望 尋找真正的自我價值 以及正確的人生意義 讓我們不要單單去看外表 而去斷定一個人 是一個怎樣的人 反而上帝是監察我們的內心 用無盡的愛去接納我們 每一個 一會兒 在恩與路上嘉嘉就會邀請我們另一位 弟兄 黃柏圖 Timothy 上來和我們一起散步 其實回到藝人之家之後 Lucy慢慢慢慢去認識這位上帝的同事 其實和我們朋友或弟兄姐妹之間 都慢慢建立了一個更加親密的友情 互相扶持 互相在上帝的愛裡 彼此建立 一會兒 恩與路上 不要走開了 恩與從天降 滋潤同路人 每個星期 都有千萬朋友 和你一起收聽恩與同路人 恩與同路人 今天恩與路上 嘉嘉分別邀請了香港資深時裝設計師Lucy思希如剛才和我們聊天 以及一會兒從事青少年舞台教育工作的Timothy黃柏圖 和我們分享她的人生故事 上半部分 聽過Lucy和我們分享過 她過往人生 以及個人成長的渴求 最終在一次她預備自殺的時候 她回到教會的聚會 而決心都是回到上帝的懷抱和請求之中 重新開始 當時的Lucy她很深信 這些一切一切都是上帝為她所預備的 我相信你的根錢 下拜救助基督 展開你一點似蓬 讓我陪天歌賊 原來人生認識主是我一生的福分 無窮陰點擁盡我生 月亮星生 天地改變 唯有你的愛永不改變 神經和我預備了同福堂和愛人之家 兩道比我 我從小到大沒有的愛 在裡面我真的經歷到神 和我以前回到教會完全一樣 是 因為CK余一直說 都是覺得父母忽略 家庭好像都不太了解你 甚至乎在你的工作裡面 你不斷在找找找找找 你想滿足到你自己的東西 都找不到 甚至乎在感情上 你都受到一些創傷 不是很多 我整天都掉了 但是你在主人秀裡面 你找到什麼 我找到的是 我回到藝人之家之後 很奇怪 慢慢開始 不知為何會少了工作 變成我少了收入 又不知為何 我少了一些人請我去的功能 是自自然而言 突然間少了 會不會覺得更差了 我當時在想 為何會突然間沒有生氣 但是因為我回到教會 我覺得為何我很重視的東西 錢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沒有了我會死的 那時候 見報覺得很重要 沒有了我 不知怎樣生存下去 但是我覺得 慢慢沒有了這兩樣東西 但我回到教會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開心的 是 這些開心是我 當時我有錢 每天都有錢 有得見報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開心 我才知道 我原來是神馬上回家 原來我沒有這兩樣東西 有去 我原來是 才是我要的東西 剪開你一點像我 讓我每天歌唱 原來人生 認識主 是我一生的福分 我求 一點用盡我生 原來先生 天地改變 唯有你的愛永不改變 終於見到Lucy 施希瑜 在上集裡找回真正要的東西 就是真正的平安和滿足 最重要的是 我見到你 真的越來越改變 我知道 你和另一位朋友 是很熟的 即是 不如我們叫他一齊 進來聊天 好啊 Lucy 我知道 你和身邊Timothy 在家裡 都算是很好的朋友 好嗎 Timothy 你好 你好 嘉嘉 容許我和Timothy 先聊一聊 好 Lucy一直說了她自己的背景 她自己過往的人生經歷 還有在家裡 她如何接觸和神 去建立她自己的信心 她自己真正所追求的平安 但她又提到 其實和你很友善 其實你們兩個是兩代不同的人 Timothy 你本身是做什麼工作 你介紹一下 好 我本身是做戲劇的導師 我之前是做兒童節目的 做事都是關於 還有拍廣告 是的 電影啊 廣告節目啊 我和Lucy的認識都是在家 為什麼你會回家呢 為什麼會回家呢 那時候是港台一個導演 帶我回來的 幾年了 那時候是04、05年 是 遲過Lucy少少 遲過Lucy少少 但第一晚回來就見到Lucy了 是 是的 好的 我覺得Timothy 你又是比較文靜 沉默寡言的人 但是你在電視 在你的廣告 在你的作品 在你的話劇裡面 你是另一個人 是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 話劇 藝術這件事 我想從小到大已經喜歡 都是喜歡的 我覺得上對很 在我小時候 她已經讓我知道這件事 我特別喜歡的 比如唱歌上台表演 幼稚園已經知道了 你覺得很有表演欲 是啊 和我妹妹會有些小創作 哦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和Lucy有些共通的 都是藝術細胞 一個designer 一個是舞台的工作者 所以你們兩個見到什麼 特別投契 是不是你們兩個 對 我其實是 不覺得是這樣的 不覺得 為什麼你們兩個這麼朋友 我覺得加加之前有些說得對的 正鬥症 就會原來撞出一個火花 原來 大家在聊天的時候 發覺原來大家都有想過 主動約大家聊天吃飯 不過還沒回答那一部 終於 Lucy又很想 我也很想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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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經常很安靜 我就是喜歡關心一些 你開始改變了 Lucy改變了 我會覺得好像她這麼安靜 就會少一些人注意到她 我喜歡關心一些比較安靜的 我又不喜歡跟她說話 我就喜歡傳訊息給她 那時候 傳訊息給她 但她隔離很疏 因為我又怕煩著她 經常想很多事 就要傳一個sms 我想了幾天 好沒有傳 是呀 她真是 但是Timothy 我也覺得你是一個優柔 對不起 我認識一下 我也覺得你是一個優柔寡斷 想清楚的人 是不是 所以是相似的 當Lucy是這樣的時候 我又是傳一個sms 來得不得了 我要想得很清楚 還有 對 因為我之前沒有跟她 真的很多聊天 但是Lucy很關心 很專門關心 總之 有一個位置 就是大家坐下來聊天 嘩 就開始如湧泉 那個話題 為什麼 我發覺跟Lucy的飲食習慣很相似 還有你們現在 到現在都很friend 會不會因為背後有一些共通點 而把你們倆拉起來 小時候的東西 小時候的東西 很共鳴 很共鳴 Lucy就提了一點點 究竟Timothy 你小時候已經有藝術細胞 和妹妹也很喜歡演戲 感覺上 你是一個挺幸福的小男孩 事實上 我想跟爸爸的關係出問題 因為媽媽都支持的 藝術這方面 爸爸就 嘩 戲子呀 你將來一定沒有飯吃 總之很怕在她面前看這件事 爸爸也很兇 很兇 對 有沒有打你 現在就知道她 疼得很厲害 但她用錯方法 打就有試過 如果她一打就很厲害了 是 但是你和爸爸的關係 都是成為你心裏面一條刺 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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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差到 我記得有一次最深刻的 是出街 撞到面 正上了車 面對面坐 但是 好像看不到 是我最深刻 因為 大家的關係在家壞到 竟然這樣撞到 也不打招呼 我便 從小到大也是 是呀 我想是初中那段時間 嗯 那會不會令到 那時開始反叛的Timothy 會更加堅持在自己的藝術裏面 將來要殺出一條血腦呢 都會想過的 是嗎 以至於做兒童節目 會 為什麼每次都進去做兒童節目 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很清楚自己很小 很喜歡小朋友 譬如我的阿姨 即我的表弟妹 我記得那時抱著她 我見過家人抱著她 我已經 不知為何這麼小 十多歲 小心點呀 不要撞到她的頭 到大後 回到教會 教會說 有沒有弟兄姊妹 有感動照顧小朋友 教主 好感動 然後 有新小朋友的事情 很想去 為什麼 我想是神秘的好 而且我覺得一個人的成長 是一個開始很重要 可能自己已經覺得 哎呦 開始已經 有些事情好像已經卡住了 即是和爸爸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有能力的時候 我希望教到 或者幫到小朋友 過一個這一個關 即是可能讓她清楚 其實父母 你可能 現在當天感覺到她是惡 但其實背後很疼你 即是希望有個這樣的橋樑 嗯 嗯 以至到你的工作 除了是做了一段時間 做小朋友的節目 嗯 跟著現在你去教小朋友 去做話劇 會不會因為這樣 驅使你自己都說 很希望 為小朋友做些什麼呢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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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小朋友自小認識耶穌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其實我很感恩 現在在上課的空間 除了教學之外 真的可以做一個很自然 講風音的一個老師 渠道 是吧 那Timothy 你講到你自己很早 你都很感謝耶穌 給你認識他 其實你是何時相信耶穌 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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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你這樣跟Lucy 又不同 就是Lucy 她小時候她接觸基督教 她不相信 是吧 我的經驗是很特別的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 因為我八歲之前 是跟我婆婆拜偶唱 很重要的 我是一個很特別的小朋友 怎樣特別化呢 有神觀的 有神的觀念 但是呢 因為是跟我婆婆 是 所以婆婆有時候不用說 我跟了什麼 什麼 簽香油 做了 只是一個七歲多的小朋友 做了 在家裡做了所有儀式 去到廟 做了 但是八歲 因為我轉了學校 我肯定是上台安排的 轉了學 我去一間基督教學校 我一聽祖會 老師我想 她有心存福音的應該 但是 只是一個祖會的故事 我已經突然間 我要認識這個耶穌 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 我相信是聖靈 耶穌的大靈 我真的自己去 要媽媽買聖經 但是沒有要求的 嗯嗯嗯嗯 所以好 那個turning point 就是那一刻 就是自己去追求神 以前所拜的那些 拜拜 這麼坦誠 好幸福 好幸福 還有自己捉住聖經老師 背錦句 嗯 就是一個這樣的小朋友 直到現在 其實這麼多年 就是Timothy 我見到你和Lucy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 你都是自己去做事的 嗯 就是好像一個leader 去manage自己的時間 一個designer 你自己就是一位舞台 或者是藝術的工作者 其實在這段時間 你有沒有 就是你又做了信耶穌 嗯 有沒有一些衝擊 令到你更加去 堅固你的信仰啊 又或者更加去認定 你現在的工作 就是上帝給你的 嗯 最近就是 林書豪一個見證分享 是嗎 因為他分享 啊上帝 我家人不高的 但他就比他六尺四 嗯嗯 我相信上帝 一定有些條件給了你 是 你就去發揮 是 這個很鞏固我的 期間那些都是因為 恩著聽道 譬如這個世界都會有些阻攔 這樣 其實在你過往 那麼多年的工作 或者是你的信仰的歷程裏面 有沒有具體一些 遇到一些困難 有啊絕對有 其實我教小朋友 一路沒有問題 就是主要學一路沒有問題 但是呢 我對於青少年 譬如特別是十八十九歲 我一時教完他們的畫劇班 或者怎樣 或者在主要學的聊天 完了那個program 我就雞一腳這樣走 為什麼呢 我很怕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們反叛的性格 你不懂得怎樣 跟他們溝通 還是怎樣 沒有理由的啊 我最後靜下來看 原來我自己那段時間 十八十九歲二十 最不開心 我完全不知道有什麼話題 或者我不會 那些有 比如學業的東西 是 或者面對家 是 可能就來plan 我做些什麼東西 或者將來怎樣 其實自我家庭 是的 我就 我一定 我當時的自我形象 或者我對那個階段 很陌生 我可能分析得不好 我自己那段時間都不好 所以很恐懼 直到呢 主耶穌是 醫我的方法 就是 我教他小朋友 那小朋友 會一直成長 哈哈 至於呢 就用我去 不斷跟小朋友 在課堂之後 聊天 或者其他時間聊天 慢慢幫我 渡過那個青少年階段 其實經過一些時間 我想原來 讓我找到一個真是 是 是 大家 關心大家 還有 為大家 代討 或者為對方著想 比如我 我只是用我有限的 你 你用心思讀書 或者在戲方面 因為多表達自己 你表達一下自己 你 他們又肯說 他們的事 或者家人的事 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都遷就 是 互相遷就 其實在那個階段 所失落的 就是透過這些年青人 和你一起成長 是 好像補了我 那個空白那段時間 其實不是空白 只是太不開心 因為那段時間 不開心到我會離開家 譬如那時候我住沙田 去成為我坐 一個人在想 怎樣 跟耶穌聊天 但你實際要滅到家 那怎麼辦呢 那段時間真的有個空蕩 其實會不會那段時間的經歷 讓Timothy更加去反思 你自己從小到大 你自己那個傷痛 或者你需要治療的地方 會 會 幫不幫到你 幫到 幫到你些什麼 嘗試一下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譬如我和我爸爸的關係 其實他為什麼用這個方法 原來他背後是愛你的 為你著想 為什麼那時候他這樣呢 再靜得來想想 可能那時候我真的做過的事情 令他不開心 或者不明白 那他背後有沒有 真的正如我當時小時候想的 他其實很討厭我 又不覺得 那自己幫自己解釋 因為很難叫一個 現在老人家 很難叫他講 其實要自己去解決 你相信這個就是上代給你一個反思 是 好 講回你們兩位 其實你們兩位 成為了好朋友 在背景上也很相似 幫不幫到你們在 尤其是Lucy 聽她說了 其實她的負面情緒都幾多 這方面你們兩位 會不會互相扶持幫助 會 會很幫到 會 有時他跟我說一些 我會講得到 她的感受 為什麼會這樣 有時他跟我分享 或者我告訴他 他會懂得明白 那樣 還有其實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教書 我有教學 是 然後我們有時有分享 不過我教大一點 就是青少年 他就教小朋友 有時分享教書 那些東西 我覺得我們 那個枯罩 譬如教書 草承藝術工作 都很多東西很近似 加上我實在跟我爸爸的關係 非常亂差 現在呢 現在會不會兩個 有時有難處的時候 怎樣可以大家 即是在底兄姊妹之間 或者在信約裏面 可以幫助到大家 我會覺得其實是 分享的時候 那個明白 是 他願意聽 就好過一論嘴 告訴你 你應該這樣 這樣 我很怕人 我會希望人家 就算你不明白 你都沒有告訴我 你錯 你什麼 很心急地指責你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那個 我祈禱和關心我 即是大家都要保持住 是 因為主要裡面的關係 所以那個溝通 比如說的話 會直接去收 是 還有 那個代討很重要 即是有什麼事 肯讓對方知道 還有一件很奇妙的 譬如我愛自己有事的時候 Lucy就會打你 我也是 我也是 不知怎麼解釋 即是她WhatsApp也好 她總是有個訊息 就是剛剛好 就是你需要 需要有人在你身邊 是 配合到 差了一秒就差了一秒 好 我相信是那個零 那個傷痛 好了 我知道Lucy 因為你知道她夢想 就是很想出名 我聽不懂 我們大家沒有 她幾年前 就去選 亞洲小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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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問一下Lucy 為什麼你選完 見美小姐 都要拿走你要拿的東西 你也信了耶穌 也找回自己 不是一定要有些什麼 才去建立自己 為什麼又會偽然去選亞洲 我其實 因為剩了很久 我不是很多時候 在娛樂版見報 我有在廣民版 經濟版 我很多時候想 為什麼我這麼蠢 那時候 經常這麼多機會見報 我說真的沒有好事 我還在看那些舊報紙寫著 教人自殺 我幾歲就會死 因為那時候 你還是一個負面一點的人 還未信耶穌 我還記得 被主持說 為什麼你在報紙 教人自殺 我就記得 我跟神講 如果再有 我其實講了很久 如果再有機會 我想 講一些正面的東西 然後一次 我跟千木協兩個 祈禱 在我公司的翻譯 我有把這件事告訴她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一起祈禱 我就求神給我一個機會 其實隔了沒多久 隔了沒多久 隔了沒多久 選亞洲小姐 很久都沒有五行年紀 九五年試過之後 我就突然間 收拾一些東西 我記得 九五年我幫過 他們做過五行年紀的選美 我就想 咦 我記得那時最高齡的隔離 和我今年同歲 那時四十七 咦 如果他今年有我就選 我也會選 這樣 然後我還問過他 還問過一些其他教會的人 一起祈禱 想想有沒有去選 其實之前 是不是 已經想定 想 但是沒有行動 還沒有 我看到要被 代表的時候 其實要報名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事情 顧慮 第一是真的有認識我 你顧不顧慮別人知道你的年齡 年齡始終都是女士 我不顧慮 我覺得Lucy 其實是一個感言的女士 真是 她知不知我得這麼多歲數 那我回來 其實 我去見的第一天 就已經報紙燈了出來 因為他們認得我 那時還未知我能進入 那陳凡用第一個打電話給我 就很鼓勵我去參加比賽 那我很開心 因為以前我參加比賽 一定被人罵 我參加記者 在家裡罵我 沒有人鼓勵我 但是 有一個第一個姊妹 打電話來鼓勵我 她都有鼓勵我 Temothy 然後 她很放不下 我穿三點飾泳衣 然後 陳法人跟我說說 那時候 突然間 她不知說她什麼 我記起 為何我不打電話問問 人家是牧師呢 我打她問問牧師 牧師第一句話 就說 你穿三點飾泳衣 這些不是問題來的 有世界小事 都是基督徒去選美 人家都要穿泳衣 你去想這些事情 你好好祈禱 問清楚神 你為什麼要去選 你問清楚原因 為什麼你要去選 那就行了 回去祈禱 那你找不找到原因 我覺得原因 其實我當時想 有機會我可以 再跟你說話 不會再跟記者 說一些負面的東西 寫在報紙上 我希望說到正面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 我希望遇到我 很多年前 我經常見到那位記者 其實我知道他們還在娛樂圈 那時候他們專門拍名人版 現在就跟馬車 我想找回他們 其實這麼多年 我經常很想 遇到他們 看他們想耶穌美 好奇妙 就是第一 去面試的時候 已經遇到那個記者 然後陸陸續續有人約我 做採訪 全部就是我十年前 大家都是老朋友 但我跟他們是不懂 那些名字都不知道 但我很記掛他們 我經常很想跟他們 傳福音樂 嗯 其實這件事 Timothy 你原來很早已經知道 是 其實對於好朋友 CG園 這樣的選擇 擔不擔心 有一段時間擔心 是嗎 因為他真的 我們真的 聊得很底 很心底的事情 都會說出來 他的擔心 但我看回最初的祈禱 我覺得 基督徒都可以站出來 我覺得可能只不過是 現在的選擇形式 可能搞到好像很複雜 或者很健康 但其實林真 都可能是表達人的那種美 而且看回過程 其實我覺得 基督徒在在世的生活 環境 或者你怎樣去影響環境 或者去做好自己的榜樣 都很重要 一直看下去 原來神 讓Lucy有這個想法 到現在真的 眼睛看到他參與了 接觸到的人 到現在 是一件美事 是嗎 還有一件事很好 是因為這樣參加的事情 有人找我寫一本書 是一個見證書 但他不是基督教的書 出版書 他幫我寫了 我最近收到一個讀者的信 我一直寫的時候 很慎說 只要有一個人看 對他有幫助 我已經覺得我花的時間是值得 是 真的有個讀者 E-mail給我 幫我聽幾本書 寫的內容 跟他的成長很像 嗯 他一直看一直哭 我終於 原來佛國世界上 有人明白他 嗯 我很感恩 是嗎 其實呢 講回我自己去看這件事 大家知道我又蒙了 我其實沒有什麼留意的 但是呢 我又不會去評論對與錯 反而呢 我就觀察到 看到呢 其實在選的時候 Lucy也有帶一些 那些叫做 候選佳麗 都有回來加 有加聚 其實這個已經很好 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選美 但是過程裏面 可以肯來團契 認識呢 其實Lucy已經做了一個橋樑 再加上呢 現在你可以和一些傳媒朋友 keep回那個聯繫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只是健步 而是背後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將這個 改變生命的耶穌 去介紹給他們 其實我很相信 神是 祂所做的 為我們預備的事 不是我們所想的 不要理人家怎麼看 是嗎 很難得就是 在我們這個家裏面 找到你的祈禮夥伴 我們有小組 大家互相扶持 其實想問回兩位 很希望 譬如先問問Timothy 我知道你過去也有很多困難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他未必可以 其實在過往 你自己這麼多年 相信耶穌 到現在 甚至乎你自己的工作裏面 你很希望可以真正正 秉承到神為你 要你做些什麼 嗯 我想我一些 可能大家 不喜愛的人 為什麼 可能當年我爸爸不喜愛 其實都跟你自己同年 有關 我想不避起外人的內心 世界 其實是很痛苦的 可能你未必 有時晚進口 可能你未必知道 很認同 所以在教學上 你多時間和小朋友 除了上課 有聊天時間 原來一句說話可以幫到他 很值得 所以更加 我家學生也有宗教背景 更加你直接 小朋友就是這麼直接 去 單純 去修主耶穌的說話 那你自己呢 其實你自己 那些教學朋友 有很大的耐性 忍耐 那對你自己 會不會在成長裏面 都幫助到你 如何去看你和爸爸的關係 會 絕對會 忍耐這件事 都是上帝的額外給我 真是很重要 讓我現在 因為上帝主動讓我 看回爸爸的尾線 那一面 我現在都會寫 譬如每年的南縣 我今天希望 欣賞多些爸爸好的一面 是 當我寫了 肯了 字經 這件事就發生了 我上帝有時 給你一些好東西 你肯不肯 你肯了 他又要做事了 現在一路一路 嘩 越來越愛爸爸 越來越愛爸爸 其實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問我 雖然信了耶穌 我們生命改變 但是不代表別人會改變 我們甚至做的事 可能都受同樣的傷害 但是就改變了我們的心態 如何去處事 我知道Lucy好像幾天前 爸爸生日 但是我見到你都很好 都很想和爸爸做生日 其實我爸爸是月底很少生日的 但是因為我姐姐的女兒 因為我讀書 就想和她之前一起慶祝 所以其實是我想 對呀 你也有這樣的心 我想她也希望走之前 看到她的孫女 一起和她做生日 其實大家都很希望 在現在有限的能力當中 靠著天父給我們 那份愛 去關心我們家人 夜深天色已至迷夢 我讀過屈室圖 無力向前行 誰能解開我苦困 唯有你能安慰我的心 在這身就找到永恆 靠著你能走出黑暗 無論雨或情 無懼則風與風吹 幾乎淚 有你同行互陰 最後或者鼓勵一下 我們的聽眾朋友 Muffy先說 好 聽眾朋友 如果你是小朋友 希望你開心心地 認識主義耶穌 如果你是青少年 可能比較困難 這個世界有很多 負面的標籤給你們 但不用怕 主義耶穌會幫你 如果你是成人 介紹追求主義耶穌 因為不簡單 這個世界 都需要我們做成人 說出一句 為主義耶穌說的話 以愛愛這個世界 好 那Lucy呢 其實我特別是要跟那些 如果你回了教會 但別人覺得你很有問題 不明白你的人 就像我這樣 給點耐性 還有別人覺得別人不明白你 在這裡加加了一次 多謝兩位同路人嘉賓 Lucy 施希瑜 和Timothy 黃柏濤 看到他們 靠著所信的上帝 給他們真正的滿足和喜樂 正確的價值觀 和完全願意接納和愛人的心 去愛他們 曾經他們認為傷害過他們的爸爸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唯有在上帝裡面 我們找回真正的愛和勇氣 他們能夠和父親重建愛的關係 我很相信 最重要就是他們願意 在神的面前 重新肯定他們的自我價值 和找回正確的人生意義 聽過兩位的見證 如果你都很想跟我們 分享你一些背景 或者你都很想認識這位主耶穌 我們歡迎你 隨時看來我們的恩與生命熱線 我們正在等你的電話 願神慈福你 拜拜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穌可以怎樣改變生命 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很歡迎你打電話來跟我們聊一下 我們的電話是416-788-3322 單憑藝術怎麼判斷醜滑味 但是人生有它 就必定有真善美了 人生萬變 但是耶穌的愛永遠不變 哦 既然我們會看到 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的新型 我們在選擇 我們们有很多人 都是兩位的 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有機會 我們在選擇